儘管台灣的疫情緩解 但是全球Delta的疫情還在延燒 事實上在美國主要的Delta疫情確診的案例 主要集中在年輕人 其中包含了蠻多未成年的兒童 那鴻富怎麼觀察現在疫苗跟疫情的發展 是的 我想最近在昨天的聯亞 並沒有通過這個EUA 不過我覺得還是要讓我們的民眾要能夠了解 就是說事實上他沒有通過這個EUA 主要是因為他沒有通過在 我們事實上在去年的五月二十八號呢 就是說我們國家FDA有 就是說有制定了一個通過緊急使用的 一個標準的準則有兩個項目 那第一個項目就是大家比較熟知的 就是說你的這個在綜合抗體的這個效價 的這個title這個效價本身 起碼要是AZ 跟AZ來做免疫橋接對比的時候 要0.67以上的這個他的這個效率的倍數以上 那就能夠獲得通過 所以我們在高端的時候 大家應該很有印象 高端的這個幾何平均的這個效價 是在他的95%的信賴區間的低檔 高端的低檔 還比AZ的這個綜合抗體的效價 來多出3.4倍 所以這個是高端通過的原因 那但是呢 昨天的事實上這個聯亞就是因為這個效價是低於0.67 所以沒有被通過之後的Moderna的你要再能夠打第一劑的人數已經不多了 因為目前已經有三百多萬已經打過第一劑 他現在也是嗷嗷逮捕著等著第二劑要來嘛 所以如果說純粹都想要就是說打Moderna的這些年輕人來講 我可能要勸你們說 你們可能在第七輪 如果AZ的年齡有往下修 那你就趕快去登記了 要不然你就是要等之後的VNT 但是VNT也不知道來的時候 是不是要先給這個十二歲到十八歲的小朋友打 或者是要給這個長者混打等等 都是有這樣的一個可能性 然後所以呢 我們現在要提的是說 包含了最近在國外呢 事實上這個輝瑞已經正式向美國FDA提出來說 他們要申請第三劑的EUA 原因是什麼 因為這個輝瑞就提到說 他們觀察到說 這個Delta病毒確實對於 這個已經施打過完整兩劑疫苗的人 經過六個月之後 有些人的中核抗體的濃度的效價 有下降的現象 尤其是什麼 就是六十歲以上的這些長者 或者是有器官移植過 或者是說有得過cancer的 這些有共病的這些人 他們是屬於抗體濃度效價 會下降比較明顯的人 所以他們認為在美國 如果這個第三劑 如果說不能去追加的時候 他就很容易的受到Delta病毒的攻擊 那這個Delta病毒為什麼 就是說有些這個彭博社最近在講說 他說要達到全世界的這個 所謂的這個國家的群體免疫 會非常困難 原因是什麼 因為之前我也跟大家講過 所謂群體免疫的 他的那個計算公式就是一減R0分之一 我想大家都知道 那所以如果你的R0值 RNOT值是一傳十的話 那一減十分之一 你起碼要到九十Percent以上的群眾都打過 才有群體免疫 那你看像英國為例的話 事實上英國已經打了七十幾Percent 加上八十Percent 那你看英國再加上 他們有五百多萬人是已經自然感染 所以你看即使英國 他的群體免疫透過疫苗 跟自然免疫生成有九十三Percent以上 但是英國還是不免會被Delta病毒所攻擊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 就是說剛才主持人提到一個很重要 就是說這個Delta病毒 他有兩個特性 就除了傳播力強以外 他會造成所謂突破性的感染 而這兩個特性呢 在美國最近就發生這樣一個狀況 就是說他們的年輕人 有二十五歲到三十九歲的這一群人呢 在美國就觀察到這一群人有兩個特色 第一個 不打疫苗 那不打疫苗之外呢 這些二十五歲到三十九歲的人 卻是在美國裡面最活躍的一群人 因為他們到處趴趴走 到處趴趴走 所以就等於是說 他們一旦被Delta感染以後 他的病毒就會帶著什麼 就會帶著這樣子到處去亂竄 這也是導致說為什麼美國最近的七天平均值的確診人數來到十四萬人一天的這樣一個數字 而且呢 因為這樣的一個數字的變化也發生一個現象 什麼現象 在過去來講 他們在佛洛利達州就觀察到囉 他們最近七天的平均死亡人數是六百五十個人 就他觀察到說 這些死亡的人數裡面 過去呢是長者 我們都知道六十五歲以下的呢 六十五歲以下的只有占十七Percent 就是大家都知道年輕人得到這個病毒感染 死亡率是比較低 可是最近佛洛利達州觀察到這六百五十個死亡裡面呢 事實上六十五歲以上的人數已經增加到三十六Percent 換言之就是說你這個Delta病毒進來他會去找尋沒有打疫苗或沒有打完整疫苗的這些人 而這些人大部分都是屬於年輕的族群 所以這些人當然他的確診人數多了 雖然他死亡率沒有比年輕人高 但是相對的絕對值還是會上來